来跟开发单位的讨论 我想开发单位今天的一些书面资料 比前一次说明的更清楚 有两个地方就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腐蚀性的评估 将来你的一个安全材质的考量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模式来说明你的一个安全设计 如果我们从那个所提供的附件里面去看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的金属材料在短期180天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损失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那么将来我们是要以多少年 比如说你是50年还是几30年还是100年 那么要把这样一个模式带入以后去了解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还有就是对于那个我们的一些环境监测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在风向风速的讨论的部分 我们用的资料呢是钩子口 竹子口是不是 竹子湖 那么这是气象站的一个资料 那如果是以我们环境监测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补充我们现场的一个风速风量的一个现场监测资料 那么从这个资料 其实你就可以说明你的悬点 是不是已经避开了这样的一个风口 那么或者是一个风向的一个正交的一个地段 我想我们在台北市不只是今天这个案子 我们任何的一个建筑案子 都希望看到它有一个所谓的风场的一个评估部分 那再来就是我想民众关心的很多的事情 那我想其实应该是我们开发单位应该是相当的尊重我们在地的文化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要有比较清楚的一些数据 或者是记录的一些佐证资料 表示我们在跟业者或者是主管单位或者是民众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非常多的类型 理清理在交通的考量 理清理在污水的考量 理清理在这个水错的地方 噪音的地方 视觉的地方 那么我想你可以单独的去把它分类去做一个说明 可能我们会比较快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讨论 那么在这个景观的影响部分 刚才我们也看到业者考虑到了 比如说对学校的部分 比如说对这个 这个所谓的泡汤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还是强化 你还是要以绿化的方式去补墙 那么绿化的方式其实就是类似一个回馈 那尤其是在小学的部分 我们不能说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是什么 那个窗帘或者百叶窗就把它挡住了视线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绿化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那以上几点请开发单位参考 谢谢